结合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障的实际的需要,本市的超市卖场相关晚点的解分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,把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生活物资的供应节点、晚点解分出来。 对风控区和管控区建立保供的白名单,必备的超市卖场、便利店、药店等网点中的非设议网点,凭保供企业证明向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经审核后,有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将网点、白名单抄告各接证予以解封。 对防范区,除商场、超市、药店等基本生活必须物资供应场所之外,其他非必要商业场所的应用活动,暂不恢复。 大型连锁餐饮企业,逐步恢复营业,暂停堂食,实行线上订餐、线下配送。 处于分控区和管控区,恢复营业的商业场所,落实每日为工作人员开展一次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,按规定强化个人防护。 员工应集中居住,闭环管理,固定服务区域加强健康监测。 按照重点场所消毒的要求,对重点部位、通风设备做好环境的消杀工作。 处于防范区恢复营业的商业场所、商场、超市卖场、药店等严格落实、错峰、测温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,市民必须少场所码入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